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自然状态相对还比较美好 那么人们还有什么必要性 人们为什么还要脱离自然状态 这是一个人们很容易会问出来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洛克的答案就大概可以这么说 自然状态虽然不像霍布斯所描写的那样不堪忍受 自然状态虽然不乏他美好的甚至是温情的那一面 但是自然状态他有他的缺陷 如果说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有缺陷的话 那种缺陷太致命了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 人人遭不保夕 每一个人你不可能是永远的胜利者 但是只要你失败 你一切就都是一劳永逸的失去了 而洛克谈到他的自然状态的缺陷的话的时候 用的是一个几乎是有些轻描淡写的词 用的是用中文来说是不便 自然状态好是好 它有些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 因为自然状态下人们是有自由 人们是有平等的 人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自然权利 但是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完全的避免冲突 人和人之间他会发生接触 他会发生各种联系 他也就有可能发生各种冲撞和矛盾 有了冲突和矛盾的时候 自然状态的缺陷 他的那些不便就显示出来了 什么样的不便什么样的缺陷呢 那就是他缺少一个确定的法律 一个基本的法度 一个基本的规则来做出判断 我们都讲加急这个词 作为动词它是判断 法官这个词 裁判这个词也是加急 他没有一个既定的法度来判断 随死随非 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判者来给大家做出裁决 也没有一种力量来支撑着这样一种裁决得到执行 我们经常会说 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特征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是他合法的垄断了全部的暴力 比如说在一个并非现代国家的社会里面 一个人报了报别人的杀夫之仇 把那个人杀了 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现代国家不能够容忍这样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暴力的合法的使用 不可能是私人的 只能是国家才能够垄断他 才能够掌握他 那么国家一个方面 他有法律来做出这个裁断 他有掌握执行解释法律的人来做出裁断 同时他也还有一系列的手段 比如说他有暴力 有种种的一个工具 专政的工具 来作为他执行这样一些裁断的手段 那么自然状态显然是缺乏这样一些手段的 人们之间有可能不乏善意 人们之间也可能自由平等 但是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争议 发生冲突 甚至发生对抗 一旦到了这个时候 在自然状态下 公说公有你 婆说婆有你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判断者 每个人都可以有权来惩罚别人 这个时候 那么就整个自然状态 就有可能变成一片混乱 所以他有着这种不变 而且这种不变 有可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威胁 那么我们可以说 正是为了弥补这样一种不变 公民社会或者说政治共同体 或者说国家 他才具有了他的基本的来源 他才有了这个他出现的根本的理由 我们来看这样一段话 洛克的著作并不难读 我们来试着引用了几篇他的长篇的谈话 比如说 在谈到这个政治社会的起源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 如不得本人的同意 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 使之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 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 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的方法 是从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 以谋求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 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 并且有更大的保障 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 为什么要有政治社会 大家都是自由的 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凭什么要进入一个共同体 我凭什么要把原来自己能够判断的事交给别人判断 我凭什么放弃自己的天然的自由 自然的自由 然后听用一个权威 为什么 这一切必须来自于我自己的同意 没有我的同意 任何人不能够合理的 强行的把我纳入他的支配之下 所以正当的统治权 所以说合法的统治权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我为什么有权威支配你 因为你同意了让我支配你 但是你为什么同意我支配你 因为如果我作为权威能够做出裁断 能够支配某些事情 你的生命 你的财产 你的自由 你的安全会有更好的保障 这对于你来说是一桩核算的事 所以一个拥有各种各样自然权利的人 他为什么能够放弃自己的种种自然权利 或者说放弃这些自然权利当中的相当一部分 然后成为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员 使自己来受到法律 受到权威的束缚 答案只有一个 他自愿放弃他的一部分权利 他放弃他的一部分权利 放弃他的一部分自由 是因为他有所得 是因为他得大于失 是因为他借此可以使得他的权利 使得他的自由 使得他的生命 使得他的财产和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 契约这个词我们说和合同协议 这是同样的词 它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地界双方或者是多方的同意 我为什么同意 因为对我更有利 在自然状态下 我拥有各种各样的自然权利 我可以支配我自己的一切 我可以根据我的理解来判断 正确错误 是非善恶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惩罚别人 如果这个别人威胁到了我的生命自由财产 那么现在我为什么要放弃一部分 因为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自然状态的成员的话 我们一旦有了争执和冲突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矛盾 我们只有达成一个契约 进入一个政治社会 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 拥有一个权威 才有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国家政治共同体 或者一个权威 他的权力从哪来 是由这个共同体的各个成员的权力来的 对不对 帕尔来自于right 那么在霍布斯的笔下 一个共同体的成员 是把自己的权力完完全全的交出去了 交给了那个主权者 因为在混乱的状态下 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下 他们遭不保息 而主权者只有具有绝对的权盘的权力 他才能够确保有一个秩序 所以他最后建立起来了 你可以说是一个砖断的 一个垄断一切的这样一种权力 但是在洛克这也不太一样 洛克这自然状态并不是那么不堪忍受 自然状态有缺陷 这种缺陷是一种不便 那么我们提出国家 提出政治共同体 提出政治社会 是为了解决这样的不便 这个政治共同体 这个权威 他要做的 这是大家之间 互相之间出现争端的时候 他来作为一个裁断 并且他有力量保证 他的裁断能够得以执行 他的权威 他的权力仅限于此 所以每个人 每个成员 只是把自己权力当中的一部分 交给了这个权威 所以说这是一个有限的权威 我把我有充足的自然权力 我可以支配自己的自由财产 安全人生健康等等 我的自然权力里面还包括 和别人发生争执和冲突的时候 我做出判断 然后我自己来处罚 在我看来是违背了自然法的人 只有这一部分 我们所说的 在和他人发生争端时 做出判断 并做出处罚 这样一种权力 才被交了出去 别的权力仍然掌握在 每个成员自己的手上 所以你看 对于自然状态的设想不一样 那么他自然状态的缺陷就不一样 那么疗治自然状态的缺陷 弥补自然状态的必病的 国家或者说政治共同体 它的功能就不一样 所以霍布斯科洛克在 我们之所以把他们 比较起来 联系起来讲 那么正是为了突出这样一些层面 当然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霍布斯本人 也是这个现代思想史上 极其重要的人物 好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 洛克的财产观 我们看了洛克的政府论的这一篇的人 大家会有一个印象 洛克经常在讲各种各样的财产是怎么来的 首先我们拥有一个大自然 这个大自然好像是由神赐予我们的 他赐给我们资源 赐给我们果实 赐给我们各种生产生活的资料 或者说生产生活的最基本的条件 神对于所有人来说 应该都是这个平等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私有财产的存在 或者说私有财产为什么是合法的 或者更准确的问 什么样的私有财产是合法的 洛克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是在说 为什么某个东西我可以认为它是由我的财产 所有的东西它都有一个成分是大自然或者说神的赐予 大自然的赐予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但是不同的人把自己的劳动施加在这个对象身上 这就是私有财产的一个来源 当然洛克的讨论里面还有非常好玩的地方 这也是反映出来和当时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徒 亲教徒相关的一些观念 是 我把我自己的劳动施加在自然的提供的原料 或者说提供的成品上 它就变成了我的财产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无从无尽的来积累这些财产呢 比如说我的旁边有很多桃树 那么我积累很多的桃 所有这些桃就都成了我的财产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还来不及消耗它的时候 就有很多桃都腐烂了 而自然是不和神 是不容忍这样的抱天天物的事情出现 所以你把劳动施加在这样一个东西的身上 它成为你的合法的财产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它可以被你义务和你的消耗掉 它不会是白白的浪费掉 那么财富的积累为什么成其为可能 洛克说有金银这样的货币 金银它天然就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金银这样的货币 你无论这样积累它都不会变化 金银作为财富的标志 它使得财富的大量的积累 那么由刚才对于洛克的解说 尤其是对于洛克和这个霍布斯的一些比较 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点这个看法 我们来做这么几点评论 我们反复才谈到霍布斯 洛克是古连自由主义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主要的代表的人物 我们刚才甚至说如果亚当斯密是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 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的话 洛克的政府论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说是同样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的基本的原则 直到现在为止 那么这样一种自由主义 尽管它命运也坎坷 尽管它也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尽管它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 但是它所蕴含的一些基本的观念 仍然是当今西方是主流的这样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 并且其中某些观念在很大程度上 成为现代文明社会共同具有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和原则 所以我们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特别是像在霍布斯 尤其是洛克这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的一些特点 你看我们谈它的特点 就是政府与国家的权威是有限的 它不是一个全能的 不是一个无限的政府 在洛克这为什么是有限的权威 因为自然状态下人们生活的也不错 人们有自由 有平等 自然状态只有 只有一些缺陷 一些不便 就是人们之间 各个成员之间发生冲突和争执的时候 没有人来做出裁断 一个政府 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权威 它的全部的价值 它的全部的功能是干嘛 就是来做这个事就是来做出裁断 并且有足够的手段来保证 你的裁断能够得到执行 所以说它是一种有限的政府 是一种有限的国家的权威 从这个洛克的对于自然权利 对于自然状态 对于他的契约的这样一套推论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 基本的蕴含 也就是说你看从政治观念上 从经济观念上来说 这种政府 这种国家 它是一种有限国家 是一种有限政府 它是一种在早期的 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当中 它都是像是一个守夜人 没有小偷 没有混乱的时候 敲锣打鼓 敲一下锣 平安无事了就完了 它一旦有了什么破坏秩序的事件 它要防止这种姿态的蔓延 使得秩序得以基本得以恢复 它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和保障者 此外它不能够做别的 它不能够越雷迟一步 人天生的就有各种各样的自然权利 这种自然权利不是政府给的 不是神给的 不是天给的 是它作为人本身就有的 这些自然权利里面 他们交出来了其中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成为一个国家 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权威的来源 但是剩下的更重要的更大的部分 仍然保留在每个成员的身上 这种自然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正因为每个人交出去的 只是自己自然权利的一小部分 所以由这样一些权利 由这样一些right 集合而成的power 那个国家的权利 它就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它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的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当然 后来这个西方国家 在这个 它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当中 有些变化 比如最典型的 罗斯福新政时期 国家的权威 国家的这个活动的范围 就大大地扩大 罗斯福新政 对于这个传统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说 是一个大的突破 为什么 因为国家和政府居然开始插手 它原来被认为是不该插手的这个领域 它居然可以成为经济活动的一个主体 它居然把它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了提供并且保障秩序之外 这对于西方现代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是一个大的突破 当然后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 英国的撒切尔 美国的里根 所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都是使得国家 从经济活动里面 大幅度的撤退 所谓的里根主义 撒切尔主义 在很大程度上 也意味着 传统的那种国家 应该 尽可能少得插手 经济活动那种观念 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复活 但是不管国家 它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有多大的变化 但是国家的权威本身是有限的 个人的权利 那种right 有很多都是根深蒂固 不可触犯的 这仍然是现代西方的 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原则 当然这和它的传统有关 我们都知道在早在这个 还在这个 现代初期或者中世纪 比如说 一个国王 对于他的这个旁边的 成民的这个茅草房 他就是没有权利 未经许可就进去了 他是不能够侵犯的 这样一种私产的观念 古鲁马时期就开始有 但是我们刚才要强调的就是 那么这样一种 现代的政治理论 它加强了 或者说更加以 现代政治理论的方式 合法化了这样一些 这个基本的观念 这是我们要说的 古鲁自由主义的一个特征 我们要说的另外一个特征 就是说 它的价值能力上是 彻头彻尾的 最彻底的个人主义 这个个人主义 当然有它自己的内涵 它是这个词 而不是这个词 这个词是什么 是自我中心 自私自利 我们说的个人主义指的是这个 一个共同体是由每个成员组成的 是由每个个体所组成的 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什么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这个 每个个体的个性 自由都得到充分的尊重 同时又能够保持一个整体的团结 一个整体的和谐 一个整体的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 等等等等 这当然是一种最理想不过的状态 但是从逻辑上来说 从人们政治社会生活的实践来说 它都必然有一个孰清孰重的问题 都必然有一个逻辑起点的问题 究竟谁是第一位的 谁是第二位的 谁是目的 谁是手段 或者谁更多的是目的 而较少的是手段 谁更多的是手段 而较少的是目的 究竟是个体为了 集体为了共同体而存在 还是共同体归根结底 是为了个体而存在 这样一个问题 它总是存在着的 总是有一个优先性的问题 总是有一个第一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 西方的这个传统里面 那么它当然有更多的个人主义的因素 但是它总体上 无论是在古希腊 罗马还是中世纪 它更强调一个共同体 比如强调一个 比如说在古希腊的思想里面 强调一个城邦 强调只有一个美好的城邦 那么每个个体才能有好的生活 强调一个个体它的价值 只能在一个城邦里面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亚里斯多德就在说 说一个人托尼尔城邦 还能够活得非常的高贵 那么他或者是神 或者就是野兽 因为神太高贵了 野兽才悲下 他们不需要过一个集体的生活 就可以过得挺高贵 过得挺好 一个个体 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首先是从属于一个人际的网络 从属于一个共同体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个人主义 它是首先我们可以把它立结为一种价值论的立场 好 我们先讲到这儿 我们先讲到这儿